另外警方取締並排停車 駕駛拿出一名零性男子的證件 說自己是車主 但這時又一名男子跑出來說 自己才是真正的車主 被原警識破 原本在車上的駕駛 謊報身分還無招 我上車 沒有辦法 不好意思 救我車 你這樣幹嗎 這樣幹嗎 你先去 罵髒話是不是 謊報身分的成型男子吳兆 被依照史公園登載不實罪送辦 而真正的車主因為髒話 辱罵警方 被照妨害公務送辦 才剛到拉麵店的號碼牌 這家拉麵都不用吃了 全進了派出所 昨天早上在高雄鳳山 則是有一個擬屈室 他在上班途中 後面一台轎車 也是沒有注意到車前的狀況 變換車道撞上他 那女子連人帶車倒地 還差一點被擰過 畫面上駕駛行駛在路面上 一群機車騎士騎在大車旁邊 正要繞過去時 突然左後方一台白色轎車 變換車道 撞上前方頭戴白色安全帽的騎士 騎士一個重心不穩 整個人連人帶車滑倒 差那麼一點就被轎車給擰過 女子倒地後 駕駛趕緊下車 一旁的熱心民眾呢 也趕緊將女子扶起來 駕駛正在變換車道的 自腳車車發生擦中 因而造成亡女倒地 西部有擦錯傷 而事發呢 就在周三早上 當時騎士就行駛在高雄 鳳山區的中山東路上 要去上班的途中 突然呢 是被後方的轎車給撞上 所幸的女子是只有膝蓋擦錯傷 遠景到場後呢 是由救護人員檢查詢問後 女子表示不需要送醫 但目前呢 警方研判汽車駕駛變換車道 為注意車前狀況 導致車禍發生 而詳細的車禍造勢原因 以及這個照折判定 還需要由警方來進一步理清 好 查播最新消息 今天一早呢 有新北消防接獲民眾報案 說台六日四線 中和網關山出口前面 疑似有民用直升機撞上了電塔 消防人員出動人力到場 查無狀況 那民航局也立刻清查 目前管制中心回報中 但是呢 因為沒有傳來任何異狀 台天回復民航局 這民間的直升機 在清洗電塔的例行維護 目前沒有發生事故 後續也會持續為大家來追蹤 還好是虛擒一場 那目前是選戰的倒數37天 更多最新內容 馬上回來 好 馬上就來關心 這次賴清德今天早上的行程 到了台北中山的慈惠堂 陪同立委候選人許舒華來參拜 我們現場交給游任博 好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今天上午是來到台北市 松山慈惠堂這邊來參香祈福 同時也要拉抬選區內提名的 立委候選人許舒華 那在清德抵達時候 是跟廟方人員這邊先打招呼 噓寒問暖 那甚至有高齡八十多歲的堂主 身體不適也要來跟賴清德打招呼 那賴清德在致辭的時候 特別常常說許舒華是表現服務 認真的議員 一定要讓他進入國會 一起來聽 五年人能夠十萬支筆 讓台灣明明就將國會威嚇 世界 今天是國內有很多人條件 我們國家能夠國內明安 風表勿損 我剛才也有事情五年能夠復必舒華 他能夠順利主場總選 進化委員 謝謝 好 可以聽到 來清德講到說 選戰倒數間斷要全力的顧票 拉票以及催票 那麼其實啊 今天包含是選區內的 其他的民進黨議員 像洪建議啊 還有張文傑等人 都來到這邊 來一起拉台這個許舒華 甚至因為在清德在昨天的 中場會這邊也有下打的軍令狀 希望民進黨的縣市議員 可以一起來催票拉票 包含是舉辦的座談 還有這個擴大陸戰 站路口當這個候選人分身等等 希望可以在最後階段 用陸戰的方式來幫民進黨 衝刺國會過半的目標